好,各位同學,來我們繼續 我們剛剛講說,我們講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理性的問題 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深有所感 就是說我們現代人 什麼事情都用過即丟 對什麼事情都有點 越來越薄情寡義 這是大家其實都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這個用過即丟,薄情寡義 這是會讓我們人生覺得難受的 確實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讓,不管是對人或對事情 都要增加我們的情意的話 心就不能太躁動 就像老子這邊所說的 如果說我們什麼事情都急急忙忙的 就不容易產生情感 我們說現代性的最核心的問題 是一種異化的問題 跟物化的問題 那異化當然有很多種解釋 馬格林主義有一種解釋 就跟我們自己所生產的東西的一種分離 那另外也可以說人跟人的一種情感的疏離 讓人都變成物了 那這些事情呢 對於我們的生命很不好 所以 這個也都是現代化的一種 高度理性化的一種所產生的副作用 那我們進一步來談 我最近在群組上也發了一天在講 這個所謂的理性的問題 因為固然有這個副作用 可是主要知道 理性是現代性的核心 整個啟蒙運動 我們說的Age of Reason 固然有一些爭議 但其實這是最最原初的一個講法 那透過理性 Enlightenment是光耀的意思 把什麼事情都照亮照清楚 人根據使用自己的理性 把事情都看清楚 然後按照理性的原則 來做事情 那不光是對於外界的認識 也包含了自己內在的這個 所謂道德的原則 這個都是所謂的理性 那麼 所謂現代世界之所以各方面的快速的進步 乃至於各種規矩、規章、僅僅有條 包括我們都市的設計、交通、科學器物的發明不在話下 乃至於我們市場的運作、經濟的運作 甚至於政治上的種種的制度規定 這個背後都有理性的精神在這個裡頭 所以如果知道沒有理性的精神 就基本上沒有現代性 所以現代性可以說是雙面認 它一方面會讓人產生我們剛剛講的密化或物化的這種問題 然後因為它輪子轉得很快速 所以會讓我們開始覺得人生好像很多事情身不由己很乏味 整天都是在跟著這個時代去輪轉 另一方面來講它也有逃不掉 所以其實我多年來一個基本的看法是認為說 光是這個東西是不行的 西方傳統是靠基督教跟它做一個平衡 基督教是永遠的 那基督教摔了之後 其實它這個平衡性就基本上崩壞了 所以我好像在另外一個課長跟大家講說 其實西方人到了19、20世紀初的時候 他們一方面信仰是非常熱烈的 一般人 另一方面它的這個所謂對於科學、自由、理性的追求也很強烈 那是他們最好的時候 之後呢 大概30年代之後就開始分裂 然後摔二戰之後更是如此 所以西方開始往下走 關鍵就在於就是說如果沒有基督教的支持的話 光是靠著這種啟蒙的理性是沒有辦法撐起這個文明長久的 那中國的這一個現代化當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 而且事實上很多方面是有很多好處的 它不光是被迫的 它也解決了我們很多文化傳統的問題 那因此 它是我們所缺的 中國原來沒有這一套東西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我講的西方理性觀念史 它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套東西 那這是我們所缺的 所以是互補 簡單講 如是道三家 恰恰可以跟西方的這個理性互補 那這個互補 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它運作的基本的原理 是常常相背反的 就老子我們以老子為例 老子這裡的理路是一種自然的理路 是一種 到莊子把它發揮出來就是天理 天理是一種自然的 我一再跟朱惠講 像大自然中間的紋路或者理路 理本來就是玉石上的紋理 或者竹木上的紋理 這都是理 這個理跟理性的理不一樣 因為理性的理是一種邏輯性的 語言性的 那它原圖上它也相信一個永恆的神明界 所以這兩路大不相同 那你運作上怎麼辦呢? 這個事情不容易 所以就是天理跟這種現代理性 我後來說universal law 自然律 有人把它當作公理 公理有不同的講法 一開始中國人把它當作普遍的道理 後來變成說是歐記裡的數學裡頭 那個maximus 那個源頭上的公理 不過一開始當作普遍的理來講 所以我們如果按照老子這個 我們這邊講的隨物而直 隨物而成 這個因物而言 因自然成器 這個都是天理的概念 順著事物它自然的理路來的 那我剛才跟朱瑋講 你在家庭裡 在政治上 在自己的事業 你用這樣子你的人生 其實是愉快很多的 你不硬來 不硬要 硬要按照一個 硬的 硬邦邦的道理 一刀砍過去 但是理性的原則 不是這個樣子 它是比較硬邦邦的 它是規定是這樣的 那這怎麼辦呢 其實 我有一個講法 其實我這個問題研究了一輩子 這叫做 天理可以包含公理 公理不能夠包含天理 怎麼講呢 因為我們看到的這一些公理 或者自然律 或者說自然法 Universal law 或law of nature 這些基本上是人所創造的 人為的 人所建的 它不是天地自然 它是能夠逼近 但是不能夠取代 人如果是自然的關係 自然的比較親切 比較人會產生情感 邏輯理性的東西 比較不容易產生情感 比如當代最喜歡講邏輯理性的這個湯澤 根本就是單身了 那柏拉圖也是單身 蘇格拉底是被家庭丟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西方這個傳統 你還是說比較好一點 他娶過兩個老婆 我好像很少聽到他講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們不是從家庭起見的 那在這個裡頭 這個事情要互相為用 大底而言 凡是公共領域的 不需要講那麼多情感 比較用西方這一套比較好 也不應該講私人情感 你公共領域講很多私人情感 你還不走後門了嗎 裙帶關係什麼都來了 套關係 其實主委知道 這個在華人社會裡有時候很噁心的 弄了個半天 其實都是在經營私利 講那些事情 這個是以私害公 所以這些地方公共領域 其實用西方的這個理性 跟公理化的概念比較好 公共領域是這樣 那在比較私人的領域裡頭 主委面對自己的生命情感 我家庭我會建議 你不妨多用的是天理觀 或者心性 我在聯繫上也發了一篇 就是心性可以包含理性 理性沒有包含心性 因為理性比較偏邏輯講 或者道德意識講 它是心性的一部分 心性的範圍可廣了 人的心可靈了 它包含面向非常的廣 這個有我們內在的情 有我們對事情的感 感之後還有印 我們怎麼觀 我們怎麼像 那麼我們還可以領悟 主委可以看到打開字典 從新的字可多了 新的功能可豐富了 所以它是要虛靈不媚 一句眾理應萬事 它這個花樣本領多了 人生本來需要多方面 是需要我們去去好好去體會 去感受的 這也是生命的豐富 它也不光是那種理性的東西 它有很多 我們一般淺稱在感性 也不光是感性 它給生命的全部 簡單這麼說 所以就我們的生命 就我們的個人領域 私人領域 我們交朋友這些東西 那當然 你交朋友 不是一個理性的事情 當然你說 我也不要圍斑理性 這個人太糟糕了 你要理性一點 不要跟他來往 這個朋友不行 那這個是可以的 對不對 其他時候是大家 一個感情的事情嗎 對不對 感跟情不都從心嗎 這都是心性啊 所以在我們各式的領域裡頭 簡單說 處理我們的生命 處理我們私人領域 心性子學跟天理 我們人才會安定 也才會有情有義有感 那這個東西的功能 我認為 可以跟基督教文明不相上下 基督教本來就處理人的 他的這個全部的生命跟情感 還有道德 全部的 那西方沒有這個東西 絕對不行 那我們的傳統 我認為需要 如是道三家 來講這個事情 好不好 所以 這樣我們可以拿我們的 心性的學說 吸納他們的理性 我們拿我們的天理觀念 吸納他的功力 用在適當的地方 那當然講科學 那當然是講科學 自然科學是沒有問題 講人文就不見得了 人文哪來那麼多的 這個普遍的律者 那個是某些領域是這樣 很多領域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 因此我會覺得中西兼彩各起其常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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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科學 來講科學 我們讓我們想要這樣 我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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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可以做的